就說都是在一起 這樣子 這樣子以後 這樣子 記得我那時候 拔開之後就看到有白白的 還有黃黃的 組織之類的 反正就是很深啊 中山大學又有潑猴作亂 今天呢才有學生拍下 上課途中遇到猴子 說呢真的嚇死了 一次來好多隻 有坐有站有散步的 還有坐在呢這個大樓 中庭鎮上方 是在密食嗎 這次呢學生上傳抖音說呢 上課途中遇到猴子 沒想到喔真的沒多久之後 就傳出有人因此受傷 救護車上午出動 就在今天早上9點23分左右 當時獲報的情況是說 猴子傷人的案件 原來是一名中山大學 19歲的學生 在學校餐廳內買完吃的 之後走出戶外 遇到猴子來搶食 就發生了人口搶食大戰 而在爭奪當中呢 學生被猴子用力一抓 抓出了一道大概是5公分的撕裂傷 第一時間呢 這名學生先到醫護站 進行清洗傷口跟包紮 不過呢由於這個傷口比較深 所以呢需要送醫縫合 才會請救護車到學校 而中山大學呢 潑猴之亂 先前是闖入學生宿舍 之後呢連附近獸山動物園 也有撥喉會搶食民眾的食物 現在又多了一起 攻擊學生的案件